一个人吃了 龙舟吃了碗了 四个人吃了 大哥在线吃碗 哈喽 这里是鱼多的会议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成都的一个城乡结合部 这边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没有名字的饭馆 这边人好多啊 我看看 第一次来 不了 不了 我待会儿自己点 哇 拿菜排队 只靠好 我要 我要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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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抢到了 这几个菜我们四个人吃的哈 这一个刚刚大叔赶紧提醒我 你赶紧吃 要不然干腰和炒凉的就不好吃了 这个是我的 他们这边的食客都很可爱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还要我和他们一起吃 这不太好饭 我旁边的大叔们 然后他们是在这里据说吃了十几年了 浓油吃香的这一个 很春式的家常馆子 咋啦 可以 大叔说我贵 你们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是哪个 鸟子羊花 羊花 羊花豆腐 哪有话豆腐 他们家真的是没有招牌 没有门头 我们有个小型 要费给点消费 啥子呢 你会给点消费 给给点小费 为什么 为什么要给你们小费 没有醋吃的 商业机密 你们告诉我哪道菜的好吃属于商业机密 我得支付钱子才能听到的消息 这个腰它确实不错 一点都不腥 非常的柔嫩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 纯文他们家的豆腐老花非常的好吃 即使像这种没有招牌 没有门头的小店 大家都称之它为豆腐老花 好 有点好 它上面给它捞出来之后 会撒满满的花椒粉 我们要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瓦上一瞧 豆腐和老花分不清你我 这个很下饭啊感觉 哇 这个简直是半饭神器 入口非常的麻 我现在舌头已经在跳舞了 我一个不太喜欢吃脑花的人 我觉得我可以多血一味 脑花非常的绵软 或者红油豆瓣酱 听说豆瓣酱是老板自己家做的 爷爷路过然后就在我面前看我吃 我要再试一下 我的最爱申报肥肠 他们肥肠是和二斤条一起炒的 如果爱吃肥肠 我待会儿还想再吃一块 哇 在线头有一口肥肠 这里是脑花 这什么肥肠 在背口脑花 我第一次可以摘下肥肥肠 有肥肠独特的气质在里面 柔强中带着一丝的嚼劲 很像饭 嗯 我再吃一个 微锅肉 这家用的是二斤条 我的最爱 我觉得他们是通过大火门炒的方式 使得这每一个菜都非常的有锅气 很接地气的一家馆子 吃的不是什么环境 就是味道 再吃一个豆干肉丝 我刚刚有偷吃一口 它豆干是烟熏风味的豆干 再来一盘 好好吃啊 这个 它的猛火和猛油 猛辣猛麻 是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在尝八碗饭吧 就半吻 鱿鱼太好吃 搞得我又成了半吻饭 你吃了怎么吃完了 四个人吃了 大哥在线吃吻 哪个 凉拌肥肠 还有凉拌肥肠 还有凉拌肥肠 要凉拌肥肠 为安利中小成功 来了呀 生拌肥肠 我是忠实的肥肠爱好者 非常好吃 特别好吃 炫一串 他们人都很健堂 你吃了我的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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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吃 ticket 男人鱼 鲁迪